上周专门为那个拍摄买了一束花 然后觉得放在这儿可以有圣诞的气氛 但是就是它的这个那个风汁特别容易掉 然后我的圣诞杯子也准备好了 今天呢来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买的博偶的包 其实前两年我也会分享包包合集 基本都以微信写文章的这种形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我上一次这种大型的包的合集 可能还是在两年前 在亚特兰大的时候 我整理出来了我今年买的所有的包 打算跟大家来说说我买它们的过程 和我在背它们的时候的一些小故事吧 这个包是我今年买的第一只包 今年第一个trip就是去罗马 我记得当时风刮特别大 然后我们就走到了一个那个广场拍完照以后 就正好旁边有一个Chanel的店 其实我就一直特别喜欢就是Chanel的tweet tweet呢是这种它是说它这种材质 就是这种编织 很少有品牌能把荧光色做的这么不荧光 因为它用的荧光的部分我觉得是很少的 而且它有把荧光和这些小的这种亚光的亮片 还有一些白色的这种针织把它融合在一起 而且呢我觉得最喜欢的是它的链条是白色和这个香槟金色相间的 不是那种非常金的那种金色 所以就还算比较低调 然后也很符合这个包的气质 容量来说我觉得算是还不错 如果大家想要斜块的话 其实它长度是完全OK的 但是我平时其实更喜欢这样的肩背 所以我会把这个链条在里面这样绕一圈 我记得我当时讲我第一个Chanel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缩短链条的方法 但是现在也有买那种就是一个扣 然后你就直接可以在里面一扣 就可以把链条缩短的那种 然后这样的长度呢其实在呢 正好是在你的腰部 其实还是挺合适的 你说过的这件毛衣是不是挺搭的 我觉得这包有点脏 哪脏啊没脏一点都没脏 清洗有点灰 没有 你那眼都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虽然它是很有特点的一款 而且就是比较难得的这种配色 而且还是退 所以呢可能在搭配上面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好搭配 还是有一点点的挑搭配的吧 所以它的利用率我觉得不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罗马的一个纪念的一款包 所以还是看到的时候还是会很开心 然后第二款包呢就是我记得在二月份的时候 我去巴黎时装周 然后买的这款 这个就是现在很火 然后大家应该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很多颜色啊 很多国主在背的这个 Lotega的 The pouch 这个包呢 其实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 就是已经有剧透了 但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正式发出来的算是他们第一季 画了设计师嘛 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没有说有特别心动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它真的很像Celine之前的设计 大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它去学了Celine 而是因为BV现在设计师就是从Celine出来的 所以就可能风格上面啊 然后还有它的审美啊 都非常的接近 这款包我记得是在巴黎老佛也买的 当时呢我走到那个店里面 我试了黑色白色和棕色 我拿到它的时候 我就感受了它的皮质 然后感受到它这个拿在手上的这种感觉 我才一秒中讨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质感 就用我之前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你穿的再破再烂 你拿这个包 你都会觉得突然自己就变得更时髦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款 就是非常就是个人气质很好的一款包 而且我记得当时就是在巴黎 我那次没有买什么包 就是唯一买的这款包 算是当时很久没有心动 心动过一个包 然后看到这个就毫不犹豫就买了 我觉得如果你平时就是社交的场合比较多的 或者说稍微正视一点场合比较多的 其实这款包我觉得拿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尤其是它的那个容量非常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它的皮质算是那种越用越好看 皮质并不是很容易划伤的那种 尤其是黑色 那你给它打一个分 9.5分 9.5分为什么 你没办法思议也是 今年三月的一个包是 我当时二月的时候跟Devoo他们合作 然后他们就让我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他们其中的一个包 就是这款名字叫酷BOX 就是它的设计可能就是一个BOX的一个感觉吧 包袋是非常有特点的 是一个D 就是D就是代表Devoo嘛 然后它的也是这样子打拍 就可以让你单手可以打拍 所以就这个设计还挺巧妙的 就是那个加州的那个阳光 然后它那种气氛 即使当时其实天气不算是特别特别热 我觉得用这款包也特别合适 虽然它是草边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建议大家把它真的带去 就是沙滩用 因为它这个包的底部都是这种非常非常柔软的牛皮 然后打开以后呢 其实它容量还是蛮大的 而且呢 它还有一个这种侧背的这种比较粗的这种背带 虽然我没有菜去用它 你觉得这个包你给几分 8.5 8.5 给什么 是一个 是一个要比较分季节的包对吧 就我觉得草边虽然很好 在夏天虽然出彩 但是缺点的可能就是你在冬天的时候用它 可能难免会有一点点突兀 但是还是很好看的 我4月份还是5月的时候 5月我记得 5月在北京一个中古的卖包的店 然后买的这个LV的两个小包 我记得当时买的特别划算 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正好参加完了一个活动 然后就在三里图 然后走到了一个就是卖中古的包的店 然后那家的那个老板也特别好 然后就说正好今天有那个打折 然后就给我们打了折 当时有一款设计是这种子母包 就是一款大的一款小的 其实这款包你也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绑起来 然后当成这种子母包背现在也很流行 这款小包的实用性就没有特别特别好 而且其实成色也不是特别好 它这个链条有一点点秀 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吧 就是反正这种小包都是很可爱 背着玩的那种 但是这款大包我觉得还是挺推荐的 因为现在很多的品牌都在出这种圆筒的包嘛 所以就可能圆筒也是来自于LV或者DL 在可能五六十年代出的这种包型 所以这个包型我觉得算是非常经典的 然后LV呢又是一个 我觉得现在中古会比现在他们在卖一些款式价格上面要划算一些 而且它有使用痕迹了以后 它的老花其实会呈现一种非常自然 非常的有那种年代感 然后很温和的那种气质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喜欢 就是VintageLV的一点 我买这个我其实是28号的 就是不算最大的那个 也不是最小的那个 用起来非常舒服 然后有一个这种把手 虽然只能这么拎着 然后也可以这样跨着 就是跨不到这个肩上来 但是呢就是它的容量是很够的 也是一款就是我觉得能用很久很久的 大家都可以入的一款中古包吧 你喜欢这个我记得是吧 这个小包其实我的利用率不是那么高 但是如果找到机会用它的话 就会比较出彩的那种 这两个包大家应该就是见过很多次 而且我之前也在那个六月份的分享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过了 所以我就简单说两句吧 这个by far这个包呢 就已经带起了这种腋下包的一个风潮 就现在我觉得不管大牌小牌 还是什么小众品牌或者服装品牌都在做这种包 算是真的是2019年最火的一款包之一了吧 它也有一个缺点是我夏天的时候没有发现的 因为夏天我们都穿裙子了 比较单薄的衣服 其实背它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就算你秋天其实你穿这种毛衣或者开衫 你背它也是很好看的 就像我今天穿这个紫色就非常搭 冬天你再穿很厚大衣 羽绒服什么那种棉服的时候 真的很难去背它 就是你会觉得你夜下比较卡 所以我觉得夜下包可能真的就比较适合四季如春的地方 或者夏天春夏天秋天这种的 冬天的实用性可能就会少一些 所以最近呢我就没有背这个白饭这款包 但是当时我记得在成都见面会 然后还有在北京就是有时候会偶遇一些 就看我视频的小小伙伴 然后他们真的就是人手一个白饭 而且就是都是很好看的那种颜色和那个材质 然后就看了还挺开心的 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也背了白饭 然后他也背了白饭 就等于我们偶遇 然后还撞包了 记得六月份去巴黎的时候买的那款 然后当时在巴黎也录了一个那个穿搭的Vlog嘛 然后当时呢就背了这款 然后很多人就特别喜欢 然后我自己当时看到的时候 也是就是第一眼就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他当时有这个尺寸 然后还有一个大号 我觉得这个尺寸是刚刚好的 就你可以当成一种尖胯的这样的包 然后呢也可以这样手提 但我觉得手提就是略微有一点点的长 所以尖胯还是比较合适 它比那个腋下包的这个长度还是长一些的 我觉得这款包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它 计那个The Posh以后呢 是完全让我对BV有了一个新的概念 因为The Posh第一眼我会觉得像责列以前设计的款式 但是这款的就是既融入了BV的一些风格 然后又有它一些新的一些创意 像是它把BV最让大家有记忆点的格子 然后放大 等于这个你看这全部的都是它这种格子的编织 但是是超大版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以前会觉得小的那种格子会有一点点的老 这款呢就是放大了以后你就突然好像觉得变得很年轻化了 然后也很时髦的一种感觉 它算是我今年买到的就是最适合上班 或者你也可以去街拍就是两者兼顾的一款包 就是又很实用 然后你想要很时髦的look的时候也可以搭它 而且它也没有一个说特别大的logo啊什么的 不会说非常的张扬 所以其实背去上班或者说通勤 像那个大号的话 其实我觉得连电脑应该都可以装下 所以还是蛮实用的一款包的 我觉得它不太挑季节 而且实用性非常强的 所以这款我觉得是今年来说吧 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入手的一款包 差不多跟它同期的就是这款门路的包 那款cylinder 然后它们出了一个mini的size 然后其实它们今年又出了 就今年冬天又出了一个micro size 就只有这么点超级超级可爱 然后这个mini size呢 我记得当时夏天的时候我也背了很多次了 现在可能稍微就是跨在这儿有厚的毛衣 稍微有一点短 你觉得短吗 还可以是吧 往后背一点 往后背一点 对 然后当时反正穿的比较薄的时候 我觉得我背它是非常合适的 链条的那个长度 我觉得很刚好就是你夏天的时候 你想这么背就可以这么背 然后秋冬天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这样手拎着 也不会觉得这个链条特别的 特别的那个长 大早一直在后面给我做这个姿势 什么意思啊 招财猫吗 是你想说可以这样拿是吗 你能用你的粗粗手指给大家示范一下吗 你是要这样拿是吗 反正也是可以这样拿吧 但我不知道这样拿的意义是什么 它是用仿舌尾的 而且它的皮质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 就你可以从不同的光线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仿舌尾是有很亮的这种质感的 而且它的链条 还有它的这种包的这些细节 我觉得做的比去年的做工要更好了一些 反正总之我觉得都是一直在进步的 之前跟大家说过嘛 门诺的包的假货也比较多 就是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如果在国内的同学可以去看看look 或者一些其他的 连卡佛也有 老佛爷好像也有对吧 老佛爷也有 要不然就是海淘从一些电商买 像by far和manu这些品牌都有很多的假货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注意不要买到假货了 下一款的就是我9月份去巴黎的时候 买的这个乐月位 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因为我去被邀请看他们的秀嘛 然后它会有一个给媒体的折扣价 是7折的价格 所以我7折在那个萌田的乐月位买的这个包 如果大家看到我那30天vlog的话 最后几天我一直有背 萝卫尾的一个三角的包 其实那个是我去看他们秀 然后那是一个sample 那个包呢 其实我第一眼就非常非常喜欢 我在今天2月的时候看到就很喜欢 它和这款包呢是同样的一个系列 都是他们那个字母系列的 像这个呢就是一个D的一个造型 就是字母D 然后呢那个呢就是字母A 当时我在店里面没有找到字母A的这个造型的包 然后而且也没有棕色就只有黑色的这个D 当时其实我犹豫了很久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选项是那个A 但是呢现在只有一个D 但是当时大早是不是 你是不是当时就觉得鸡不可施 然后就让我买了这款包 结果我觉得你要是不买的话 就问A也买不着D 不会就是它 就是因为萌田那个店应该算是货最快的一个 现在其实有很多电商也可以找到这款包了 可能但是货量会很少 因为它算是一个不是他们常规的那种系列呢 我记得是2000多欧打完折 然后还可以退税 其实价格来说不算是罗又又又非常贵的一款包 但是呢就我觉得它的那个做工和就是它所有细节的设计 然后你看它的这种立体的这个皮质的感觉 都是比我觉得罗又又又其他的包要给我的惊喜更多的 很多人说它像秉称 我真的是也是无言以对了 如果你接受它是一个秉称的话 你就会越看它越像一个秉称 让我们来打开秉称 然后其实它的容量来说就还好 就没有说特别大 不算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每天都背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包 所以我并不是说非常推荐大家都去买这个包 除非你也像我一样很喜欢这个系列 如果还有一个A摆在你面前 你会选择它吗 好吧 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希望呢就是这个字母包还可以延续下去 之后买一个S 小小S做一个这个怎么样 哎你没打分呢 十分 真的 不错啊 那那个A bag不是就超刚了 十一分 十一分 你满分合着一直是一百是吧 下面一个呢就是我在8月份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说 如果选一个最代表我的风格的我觉得就是这款包 就是by far这款比Ritual bag还要更有它自己的特点呢 因为我觉得by far就是一个它很善于把一些以前的一些元素或者说很复古的一些东西 然后运用到现在的这种设计里面 我特别喜欢它在这种有光线下面然后上面有一条一条的这种纹路的这种感觉 然后像这款就是还是一个腋下包的一个长度 其实就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腋下包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问题 冬天的使用性就会降低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冬天如果你要是去一些活动啊 或者像是马上可能很多人都有年会啊 或者party啊什么的 像穿一个比较有圣诞感的一些滋容的裙子 我觉得配它就很好看 下一个呢就是今年买到买的过程非常艰辛的一款 这个呢是宝格丽和艾森尔王合作的一款包 尤其是这个颜色就当时基本上一上市然后就一寿而空 我记得当时发售那天我们就是正好在巴黎 正好在老佛爷拍视频在工作呢 本来拍的时候就是路过了宝格丽的专柜 然后我看哎那不是那款包吗 但是当时在工作你也不可能直接冲过去说问他有没有那个绿色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拍完了以后就可能只过了一两个小时 再回来以后他就说那个我看到那个包已经卖完了 就是所有他当天上的所有的合作款全都卖完了 他说刚一上就被人买走了 就正好去上海参加宝格丽的活动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能不能借这款绿色的这个合作款的包 然后他们就借给我sample然后我就拍了几张照片发来微博 我就说哎就是只能短暂的拥有一下这个小绿真的特别喜欢 然后他们的片看到了以后就说就跟我说 其实虽然他们的那个微信上面显示一个没有 但是跟客服定还有最后一支 然后我就打电话跟客服定 然后终于就定到了这支这款包 收到以后就有一种哎终于拥有它的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我觉得把宝格丽那种华 华丽的感觉加入了一点那种 他才能忘那种比较街头的一种味道 所以这个包整个呈现起来我觉得是更丰富了一些 而且它颜色我觉得选的也非常好 就是那种不太饱和的绿色 我觉得它特别可爱的就是 它在那个舌头 它那个舌还有表情 然后它眼睛还是红色的 然后它那个舌居然还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牙齿 就是很可爱这种细节做的特别好 然后它其实有三种背法 一种就是这样手拎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肩胯的链条 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个 这个不是那个腰包是吧 这是腰包吗 这不是腰包 反正它有三种背法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 好像也可以当成腰包 11月的时候我去日本 然后其实这个包当时没有跟大家细说 这个是那个Jill Sander那个包 Jill Sander非常标志性的这种圆环 然后它里面呢也是皮质 然后外面呢是这种毛毛 而且它的毛是不掉毛的那种 玉电厂那个奥莱买的 这个包呢其实我记得去年 就是它还没有在这个打折的时候 刚推出的时候我就见过这个包 但是我记得可能当时人家觉得有点贵吧 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非常实用 或者说你会利用非常多的一个包 你到了一个地方 你好像就会对那个地方有一种 在脑子里面有一种它的颜色存在 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老觉得 这种颜色像橙红色和绿色这种花纹 还有毛绒绒的东西 就非常给我一种日本冬天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们很多和服的颜色 也都是这种配色的 打折也比较划算 我记得是四折吧 但是买完我拍照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像抱着一缸金鱼 其实我觉得也有点像 这款就是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 一个款式吧 但是并不是推荐所有人都会入的一款 打分吧 8分 现在还没有下8分的 其实你也不是很苛刻的 因为我每次买包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参考大早的意见 虽然它也有很多就是意见错了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本人的摄影师嘛 还是非常尊重你的意见的 所以你给我忽悠错的那几款包 我也就不怪你 这款包是我在日本的一个中古店买的 我记得买的时候那个店员就说 其实虽然它是好像90年代的包吧 但是因为它里面的很多的膜 其实还没有摘掉 所以基本上算一个没有什么人用过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的那个橙色是非常好的 看到这种包呢就是有一种 反正它也不占地方 然后就很想买 然后价格也不贵 然后就很想买的感觉 虽然它的包很小 但是它的扣特别大 我觉得它的扣的size应该跟那个法棍是差不多大的 它的背带非常短 但是它居然也有做了这种调节扣 所以真的算是我觉得挺精致的一个小包 然后我现在买包呢基本上就是会非常的冷静 就是我会觉得我已经有一个类似的包了 我基本上就不太会再考虑这个包了 我可能买的都会是一些我觉得非常有特点 然后可能我不太会看腻的一些包吧 像我今年买的一些包 有些利用率非常多次 有些可能利用率就没有那么高 大家可能从我的穿搭或者视频里面也能发现一些 再回头看一些我一两年前买的包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 就是我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再背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当下我是不是喜欢这个包 我觉得喜欢这个东西比任何的它附加的价值都要重要 就是我如果太过于考虑说这个包它是不是特别划算 或者说它有没有一些投资价值 可能我买过来我用的就是几率也不是特别大 但可能有一些包像是by far这个包 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做工不如一些同价位或者什么的包 但是其实我用率非常高 其实它也就值回票价了 只要是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 我觉得合理的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真正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都不会后悔 如果你只是为了潮流 或者只是为了说谁背了这个包去买的话 那可能就很容易去后悔了 所以我觉得在购物之前还是要冷静 然后要调整好自己这个心态 对希望就是大家买到自己喜欢的包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让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